然后再接下来咱们来看下一个语法点 下一个语法点是什么呢 连接词guando和借词结构almas infinitivo 与时间重句 那像guando这个连接词 咱们先从它来看起 两方面 那guando这个 它呢这个连接词是用来连接什么呢 时间重句的 那所谓时间重句英语里头是不是也有 那你大部分时间重句 是不是会用它来引导 咱们会怎么翻译当什么什么时候 那你看一听时间重句 那咱造句子高级了 是不是有主句有重句 这是一个复合句对吧 那你看那什么时候会用到时间重句呢 是不是来表示主句动作所发生的时间的 那我就会用到它 所以说你这个guando应该怎么用呢 这是表示主句事件所发生的时间 好 而且你要注意guando这个词在书写上 没有中音符号 你要有中音符号 它又成了什么呢 特殊疑问词 一会咱们马上就讲 而且guando它怎样 不中读 guando没有中音符号 不中读 好 那比如说guando tengo hambre como guando tengo hambre como 这什么意思呢 当什么什么时候 对不对 当我饿的时候 gomo 这是不是gomer 我就吃 那大家注意啊 主句是谁 主句是不是这gomo 我吃饭 我是不是用来表达我什么时候吃东西呢 我饿的时候听起来跟废话一样 但是它依然是表达了什么 主句动作所发生的一个时间 那是不是这个guando tengo hambre 这就是什么句呢 从句 而且大家注意啊 你这整个的一个大句当中 主从复合句当中 它一共是有几个变位动词啊 是不是一共是有两个 一个是gomo 再有一个是dingo 因为只要它是一个句子 你无论是主句还是从句 它一定要有什么东西 一定要有变位的动词 主句有一个 从句也有一个啊 好 这是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简单句 只有能有一个变位动词 如果想要有两个以上的变位动词 一定是有什么 一定要有从句 那像只要有从句 那它也就一定会有什么 变位的动词 一定要记住啊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再给大家看一个句子啊 好 那像这个句当中 quando la casa está sucia 是不是说的什么呀 当这房子脏了的时候 sutio 这是脏的啊 Beatriz la limpia 那la指的是什么 Limpia Limpia的是打扫 打扫直接对象是什么 La casa 这是不是一个冰格带死啊 那也就是说 当房子脏了的时候 Beatriz来打扫它 主句是谁 是不是Beatriz打扫家呀 他在什么时候打扫家 当这房子脏了的时候 是不是表示主句动作 所发生的一个什么 时间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大家还要再看一个句子 看这个 A Luis le gusta leer novelas Cuando descansa 这什么意思呢 A Luis le gusta leer novelas 是不是对于Luis来讲 对于Luis来讲 他喜欢干嘛 看小说 Cuando descansa 当他怎么着的时候 当他休息的时候 那主句是谁 Luis喜欢看小说 是不是来解释 说明他什么时候 喜欢看小说 是不是当他休息的时候 他就看小说呀 那也就是说 当他休息的时候 他看小说 对吧 这就完了 那大家发现没 这个句子跟钱都给大家举那几个例子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么他不一样在哪 钱都那几个句子都是先说的什么句 从句 关都 再说的主句 那么这个句子呢 我是先说的主句 再说什么句 从句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那关都引导的 实现从句 我先说从句 再说主句 可以 那么我先说主句 再说关都 行不行 都行 没问题 这个顺序 它不是事儿 先说哪个都行 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 除了刚才告诉大家第一点 表示关都 表示主句动作所发生的时间 没有中音符号不中读 第二点 告诉大家 时间从句 可以放在主句之前 也可以放在哪啊 主句之后 这都可以的 好 那再比如说 那大家自己来一个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在家看看书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这应该怎么说呀 quando tengo tiempo libre 对吧 那我就在家看书 Leo en casa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倒过来 说什么 Leo en casa quando tengo tiempo libre 这都是可以的 好 然后再看这个 是不是这两个都可以 没问题 那关都引导 实现从句 很简单 好 那这个关都 看完了以后 咱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谁 第二点 Leo en再加上动词原型 那你看出现动词原型 这就意味着什么 它就不是一个从句了 那Leo en加上动词原型 它也是来表达一种什么的 时间 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非常紧急的 意怎么怎么着 就 这个东西特别好使 为什么好使啊 那你看它后头加是动词原型 那么大家还需要考虑 它的这个变位吗 是不是它就不需要考虑变位了 你直接加动词原型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比如说 al saberlo nos sentimos muy contentos 然后像这个 nos sentimos 一会儿咱们到单词里讲 是我们感到 contentos开心 al saberlo saber是不是知道啊 一直到这件事 然后呢 我们都感觉非常的开心 那你看它后头 是不是加动词原型啊 那也就是说 那你就不用考虑它变位 刚才说 对吧 那我们什么时候感到很开心呢 一直到这消息就感到很开心 是不是这个动作 它会更加的短促一点 紧急一点 对吧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再看一下这个啊 alindrarin gasa luis escianda 一进到家门 luis escianda 坐在了沙发上 对吧 那你看是不是也是 他什么时候坐在沙发上 一进到家门 al再加上动词原型 很好使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大家要注意什么 如果说动词原型 al后头所加的这个动词原型 为dice式动词 对吧 那他是不是要加什么 字符dice的 那这个dice要与 动词逐于人称保持一致 这一点 咱们书上提醒了 但是我非常相信大家 你们肯定没问题 因为咱们在讲 字符代词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什么 你不要管这个动词形式如何 那你这个字符代词 say呢 它是怎样的 可变的 他要跟着谁去变 动 他要和动词逐于人称 时刻保持一致 对不对 所以说 你不要管这个动词 在哪 你不要管这个动词 是什么形式 你要找这个动词 逐于是谁 字符代词 是我 那就是me 你就是de 我们nos 你们os 他他 他们你们 那就是什么呢 say 好 比如说 al levantarnos nos cepillamos los dientes y desayunamos 那你看 al levantarnos 那是不是代表什么 我们一起床 nos cepillamos los dientes 我们刷牙 然后呢 吃早饭 那你不能上al levantarse 你al levantarse say指的就是谁啊 他一起床 我们刷牙 凭什么呢 是我们一起床 我们刷牙 所以你say要跟动词逐于人称 保持一致 好 然后再接着再比如说 al cepillarse los dientes siente mucho dolor al cepillarse 你看这时候say了 他指的就是谁啊 他 是不是在他一刷牙的时候 他一刷牙 siente mucho dolor 那这句话 一会儿到单词里头 咱们会学啊 他会感到非常疼痛 是不是他感到 你看这个siente 是不是变味也是他 如果要是说 我一刷牙 我就觉得疼 那我刷牙 你前度这就不能是say了吧 那你就应该上谁啊 me al cepillarme los dientes 好 就这个al 就给大家讲完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quando他引导的是 时间重句 他在重句当中 要有变味动词 那么al na 后头加的是 动词原型 表示意思怎么着 就 就